刚一直忘了帮你讲 你今天要讲比特币这件事情 一直在focus 你之前讲的太阳能跟机器人 但是比特币你其实之前就提到 你觉得在他不断的减少数量的情况下 未来看10万是有机会 再加上川普助攻 对 物以稀为贵 加上川普助攻 那比特币我觉得接下来后市非常看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最近当然很多股票大家套牢了 那我们跟大家讲题材股 你一道套牢该怎么办 我们先分成这两个产业 第一个机器人 因为大家都还在看好机器人嘛 所以这个大趋势方向没有改变 但走势出现比较明显的分歧 你看今天机器人当中 罗生 索门 盘总 涨停板 坤盈 创新高 那下面的广民 台湾金睿 华瀚相对比较弱势 一样太阳能一样有这种非常强势的 云豹能源 天方能源 达能是涨停板 但下面国硕 大雅跟金领相对比较弱 为什么这样的差别 我觉得就是跟主力有关 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次主力的股票 不是汉伟委老师说这个是主力的问题 是因为什么 交易所认证 交易所认证 他们都被处置 被处置 其实就是他的交易有点异常的现象 对 就他可能破例没有那么好 但是流动性 这个周转率过高 所以就被列入到处置交易当中 所以我觉得这就比较偏向 比较偏主力色彩浓厚的股票 好同学 好爸爸的股票 是 所以他们就会变成说 他有可能被发好人卡 所以当这个行情休息的时候 好人卡的公司就会出现补涨的力道 是 所以我们讲说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如果你是操作上面这种的交易所认证的主力股的话 你就顺着基础线去操作 只要没有出现这种你卖不掉的状况的话 我觉得都顺势操作有空间 那如果说业绩股的部分 因为他们会有好人卡补涨行情 所以你可以观察中期军业之身 来做一个低届的一个观察依规 那我们讲说如果主力股的创高走势不改的话 那业绩股就会有一些落后补涨的机会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来看一下 机器人当中广民是非常具备代表性一家公司 它不是最纯吗 对啊 那怎么股价看起来 达明机器人是全球第二名的一个机器人公司 今年下半年有机会挂牌 但股价你会发现到走势就真的很弱 之前那时候三月份 我们跟大家讲机器人题材的时候 它比索门还强两天 后面索门是连续网标上去 后面发现到索门就直接冲到1800多 180几块 没有1800多 不想要加一个零 好 目标价那么远 对 180几块 那广民就股价一直都在100块一家整理 后面发现到它开始出现好人卡的加速补涨行情 就出现补涨到135块 所以我觉得如果对广民对机器人题材有兴趣的话 它现在就在这个低档的酝酿期 等待这些这个所谓的主力色彩比较高的股票 开始出现休息整理的时候 我觉得它就有机会补涨 所以我觉得这种股票 你就是以这个均线的附近 我觉得这边都是可以做一个中线的布局 因为下面就已经有半年线的支撑了 所以它就会比较需要等到人家抠它 然后股价开始就会发动 所以需要一点时间来等待 那太阳股票当中 但最近我觉得大雅算不错啦 因为它太阳能暗场下 明年有机会出现这种所谓的一个获利的贡献 本身它就是太阳能布局非常好的一家电线电雅公司 那一样你高档有套的 最近有套的 我觉得其实它陷阱还算不错啦 所以如果说你被套牢在广民跟大的身上的话 我觉得都可以去等待它后续的补涨 因为说真的你看这个所谓的云豹能源 天方能源 真的涨到我觉得有点 像云豹能源六月份营作也不好 但股价继续创历史新高嘛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高档 大家就想到那我要不要找比较低价的股票 我觉得这两档我觉得都可以当做一个参考 好 至少知道自己在买什么 对 就是它没有业绩啊 只是说你需要等到这个股价发动的时候 我觉得才有机会做一个转强 是 好 那再来我们讲上个礼拜有大事情 其实上礼拜我觉得美股的大跌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是 因为我们讲 其实在全球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很多的这个华尔街的券商 很多交易所的价格是跳掉的 就是因为IT史上最惨的灾难 Costrade它在上个礼拜 我因为更新的软体出包 所以全球机场啊 媒体 我不知道我们媒体有没有说到 我们还好 对 显然我们没有用到它的版本 对 还有医疗机构很多人开到也不能开 所以是史上最惨的IT灾难 所以市场就是笑说 反而这个骇客没有办法造成这么大的灾难 是由资安公司来造成这样的一个灾难 所以马斯克也非常生气 就是说我所有的系统 我都不要用Costrade的一个软体 因为汽车供应用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像今天盘中蛮多的 像电影头控还创架了这个波段的低点 我觉得都受到这样的影响 所以像安基资讯创新高 今天也是逆势走高 宏基资讯啊 瑞奇电容等等 其实在今天盘面上相对都比较抗跌 我觉得这事件可以持续追踪一下 因为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在今年下半年 很多金融业 银行业 医疗业 都会有对资安更加速的一个辞出的情况 因为汉伟哥已经连续三周 都有帮我们讲资安了 今天是帮大家补追踪 真的是应用越来越需要 从川普的那颗子弹 好 到现在整个当机的灾难 所以这个地方帮大家再看一下说 这是很值得中长期关注的产业 对 所以我们讲说 其实这些公司很多都好公司 只是说大盘在底的时候 但表现不好 那我觉得接下来像爱因素金创业的新高 拉回来我觉得都可以再来买方 好 那我们再来 接下来就讲说我们的比特币 好 终于又往你的十万目标迈进了 对 因为跟生技展一样 它在今年的就7月25号下 这礼拜开始 有一个比特币大会 特别的是你看这个宣传照 我们的天选之人川普 在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要角 请帮他贴纱布 有没有对 他没有更新 目前要贴纱布才可以认证是正牌的专顾 好 那有哪一些人 有这个方舟资本的凯撒林伍德 我们的木头姐 木头姐 还有这个爆料人斯诺登 就这位留胡子非常性格的 另外这个维策月的执行官 迈克尔赛勒是这一位先生 他们都是非常知名 对比特币非常看好的一些 所谓的金融圈或说各产业的大佬 那代表这一次的比特币大会上面 当然重新云集 尤其是有川普的这个在加持 我觉得对比特币来讲 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 所以最近币圈一直在传闻这个新闻 所以你看台湾今天相关的比特币概念股 其实在盘面上不好的时候 有一些也发动上来了 那我们先跟大家讲 比特币的关键在哪 因为我们知道说川普他常会脱高演出 所以这一次有人传闻说 他有可能在大会上做一个重大的宣布 要把比特币作为美国的战月储备资产 代表他是一个数位的黄金 如果宣布这件事情的话 完了事情就不太一样了 对整比特币就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定地位 对各国的政府来讲 美国都认证 那你就没有机会去挡这个 所以比特币将未来的合法交易 所以我觉得对币圈都在紧盯 这一次27号晚上川普的演讲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说法出来的话 我觉得礼拜天的比特币 大家可以去追踪一下 网上冲高创高的话 那也许下礼拜相关比特币的概念股 都有机会往上发动 那这是川普的 为什么会在比特币大会上面 他开始出席 但大家觉得他对比特币是友善的 另外这一次是他的募款大会 如果说你在比特币大会上面 跟川普合照的话 表定价是6万块美元 如果你要跟他同桌一起吃饭 而且合影的话 要84万美元 大概2560万的台币 这个是仿效巴爷爷的饭局是不是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币圈的大佬 都希望跟川普可以一起 可以嘛 你未来就是在宣传你自己的币的时候 我跟川普是有一起吃过饭的好朋友 所以你发现到 这个比特币的价格 以这个今年的表现来看 今年其实涨了127% 是非常强 那之前大概三次月份的高点 我们就说可能会到10万美元 但没有过 但现在慢慢又上来了 再来了 对最高7万3 那以现在的价格来看的话 其实非常接近 以比特币没有涨跌幅来看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密切去关注 接下来比特币在 这个礼拜的一个表现 如果真的过高的话 我觉得下个礼拜相关的虚拟货币 相关的台湾的概念股 我觉得都有机会 因为这个价格走高 而却水涨船高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情况来看 比特币的特性是什么 它就是有点类似这种散户的 蚂蚁熊兵去推升价格的走高 因为过去我们讲比特币 大家第一个会觉得交易所 安全度不高啊 我们投资一些交易所 它直接就倒闭了 倒闭把钱都卷走 对 你血本就无归了嘛 那再来就是说 每一个交易所的价格 有一个比较大的价差 那你透过比特币 ETF来投资的话 你的交易成本相关比较低 相关华价成本也比较低 而且手续费其实都不太高 所以各国政府 现在都在开放比特币的ETF挂牌 从美国 韩国 香港都开放了 所以长线的资金 就改变了市场的结构 因为以前比特币 是比较偏向小众人在玩 现在有ETF之后 我觉得让整个市场 接受率比较高 对很多的资产规划配置来讲 现在都把比特币ETF 当作资产配置其中一种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礼拜 美国也批准以太币的ETF交易 以太币也有ETF了 对 又有ETF了 所以以太币价格 最近也快要来到历史的新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提到了 比特币的特性是什么 它会有一种FOMO的追加情绪 当ETF流入的时候 价格在走高 大家就拼命买 那当这个价格不好的话 就开始往外流出 让这个比特币价格 出现比较明显的走跌 但最近你会发现到 从今年的 大概这个下半年开始 比特币ETF的一个资金流量 开始增加 那最近比特币价格也慢慢墊高 所以我觉得 如果接下来 真的有一些好消息出来的话 整个比特币ETF的一个资金买盘 搭配比特币的价格 我觉得都会让这些相关的虚拟货币 有这样的一个推升的效果 那如果以这样的状况 那大家就可以留意到这家公司了 唯一策略 唯一策略 那个执行长刚刚的性格 他性格在哪里 因为他本来也是做这种 软体资安的公司 但他在2020年的8月10号 开始实施比特币采用策略 其实最早是马斯克 那后来发现到 他也认为比特币是未来的长线大题材 所以这家公司就把所有债 发行的这个资产 通通都买在比特币上面 所以过去几年一路狂买比特币 目前持有226,331美元的比特币 平均成本是36,000美元 所以就代表说 你买这家公司 他帮你开杠杠去投资比特币 所以在这段时间 从2020年开始 他的涨幅是1339个百分点 超过辉达 超过特斯拉 所以以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 我觉得都代表说 他其实也代表了比特币 其实在一些公司上面 也改变了他公司的一个结构 你看股价真的很强 从这个今年 原本大概500块 到最高已经快到2000块每月 涨了比辉达还要凶 所以大家把它当成是 比特币的某一种资产在买 他带你投资比特币 代客投资 好 那台湾我们好像能够联想到 还是比较以板卡为主 那台湾我们好像能够联想到 还是比较以板卡为主 对 因为我觉得板卡 它就是比较偏短 先说真的啦 台湾现在因为真的 矿机用板卡在挖的很少 所以他们过去在2015到2018年 真的大家是用板卡来挖矿 那后来都是用挖矿机 用所谓的锡制材来做 所以他们会比较偏向题材性的带动 那怎么样做板卡主 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操作 如果你看到比特币价格 当天涨超过三个百分点 隔天这些股票会动 如果涨幅是在一个百分点以内的话 他们就会比较参差不齐一些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礼拜 你就关注一下比特币价格 如果冲高 冲上去新高的话 可能就会看到一天3% 5%的涨幅 那我觉得这些股票就有顺势操作的空间 那再来我们讲说 如果你要看业绩的话 台积电跟矽智财 你要把台积电也归进来 对因为我们讲说 知名分析师入行师有说 可能听说这一次的高速运算当中 中国比重拉高 大概8到16个百分点 拉高的8% 是比特大陆在做一个追单 因为它的矿机可能三奈米的部分 希望台积电更加的一个加速的出货 那如果说要另外讲稀释财的话 过去创意本身也是比特币的一个概念股之一 但它还有HBM题材 我觉得都可以留意 那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比较偏向短线 你要看3%1%的操作 那下面我觉得就比较会跟比特币有关 因为台湾还没有相关的比特币ETF 所以不管是所谓的国泰数位支付 或元大全球AI 我们先讲元大全球AI 它前单大值股是Google 微软跟辉达 也是含汇量比较高的公司 那它大概到前十大里面 就有这个微策略3.24 但是因为3%多 所以它的比特币存度就比较低 比较高在哪 为策略第一名的是这个国泰数位支付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留意到 那近期我们可以发现到 就是说法人这些股票 其实我觉得都没有非常深的琢磨 所以我们直接看现行就好了 刚提到了 如果说要以比特币来说 年度比较高的 我觉得翰逊是其中之一 可是我觉得它股性好难抓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 如果你看到比特币有那种3%5% 当天你可以做当冲格冲 会有一个短线的提债 因为你看它股价104.71.7 就跟比特币的价格一模一样 所以既然它会因比特币价格而跌 代表它之后也有机会 因为比特币价格而涨 所以比特币我们刚刚看到 大概目前的位阶大概在这个地方 那以它股价在这边 我觉得就会一些落后不涨的机会 那我觉得这个都比较偏短线 你要看比特币的报价 去做一个短线的操作 那如果以中线来讲 你要看有业绩的 因为我们觉得创意 其实本身业绩算不错啦 但如果虚拟货币的价格 真的是来到历史新高 我觉得一些挖矿的需求 有机会回温 对它来讲这个所谓的 虚拟货币的专案的收入 我觉得有机会提升 那创意来讲我觉得 它目前因为毕竟 整个台湾电子不是特别强 它又高价 对所以简单去说 它大概就是在这个区间里面 进行箱形的整理 这区间很大耶 这区间400多块 对啊我们就 大概就季线 你上架抓个200块啦 这边上下200块 是 季线以下靠近到200块 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个 低线的动作 因为今年下半年 它应该业绩是不错的 但上去有没有办法过高 以目前的电子股的走势来看 我觉得相对比较弱一些 所以可能是以区间操作为一 那下一个就讲到 这个所谓ETF部分 好 要收钱啦 要收钱 对因为这档ETF 刚看到虚拟货币价格充高 因为微测月的价格非常强 11%的微测月 让它股价已经 还原全集30.09 是历史的新高 它今天涨3% 在这样的盘式里面 它涨了3% 而且它是一档ETF 对因为它都连结 国外的股票嘛 所以你担心台湾的外资提款 那你买一些 相关海外股票 我觉得还不错 那一样 它的股价就跟比特币 连动比较高 所以一样它也会出现 比特币如果大跌的话 风险会比较高 这要提醒大家 但目前来看 如果这个礼拜 比特币有机会 往上冲高的话 这样ETF我觉得 是可以考虑的标的 好 所以题材猎人 现在闻到的题材 大家还是以短打为主 对不对 像ETF当然 如果你要中长线 喜欢这个货币 喜欢这个产品的话 可以中长期持有 但如果个股是板卡的话 大家就看那个3%为标准 对 3%为标准 会比较活泼一点 好 这边非常谢谢 题材猎人 汉伟哥